27人涉嫌去年11月 在尖沙咀聲援理大示威者被捕 將會被落案起訴非法集結罪 案發在去年11月18日 郭伯人在尖東科學館道聲援理大示威者 警方曾經勸喻和警告離開 以及使用武力驅散 警方當時拘捕135人 大部分人踢保 到早上重新拘捕25人 連同早前保釋的兩人 將會被落案起訴非法集結罪 其中的人涉嫌藏有雷射筆 被交控藏有攻擊性武器 被捕人士16至37歲 包括一個教師、15個學生等 案件下個星期三提堂 將會轉介區域法院審理 今天的行動裏面 我們是有人拘捕不到 找不到的 至於有多少人在這裏 我不能透露因為有關行動細節 我勸於這些人士 不要挺而走險 不要棄保潛逃 更加不要用一些非法的手段 非法的途徑 去離開香港 往往這些非法的途徑 是牽涉極大的人身安全風險 更況且 大部分可供訴訟的罪行 也沒有一個檢控的期限